大家好,欢迎回来NHK广东下军事频道 接下来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是Larry 这一集的世界团队消息 和大家分享下更多军舰将会来南海组织自由航行 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主持 还有Anson Heng,Anson你好 你好,Larry Heng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Anson是否日本的媒体JNN 他也出了一幅图 也挺划算的 德国在接下来 是否差不多六星期的时间 部署可以来到南海 是的,没错 自从英国的派遣队 武村武林通过完南海之后 就有更多欧洲的军舰 派过来亚太地区 经过南海或者印太地区 做一个自由航行任务 德国国防军派出巡防艦 Bajern也是一个 Frikas 也不是巡防艦 也会去远洋任务 有六星期 就会来到西太平洋地区 或者是欧洲叫远东地区 那他那个航行程 通过了印度洋 之后 就跟这个 雷王打击群的路线不同 那他就不是直接 经南海了 他就是经印尼以南 去了澳洲 去完澳洲之后 就会经这个 菲律宾尔东的海域去日本 那这个就完全去情 就避开了南海的水域 但是 他走的时候 就会经这个 去韩国 之后大宝国 就会经过这个 南海 就回到欧洲 那这个就说 德国呢 都说 顶不住了 都可能说 要去challenge 中国 在这个南海的主张 是啊 那大家是否觉得 德国呢 就是以往 都是比较 不亲中 就算我们说 他不是说不亲中 就是当他不亲中 他都是不出声 那些人 这个世界就是 你不出声 就是帮的人 所以就不能不表态 那你不表态 就是暗插 那所以现在这个位 是否因为 那一刻已经去到他的生涯的末期 已经没有人理他 那下一个想 哪个想 都很可惜 所以就要军队派定人来探路 是 现在德国都很久 好像2000几年才派 都好像很久没有来过 做一个这样的 controversial的航行 都比较少 因为他德国都 很少做了一个 这么大规模的 一个军事行动 那他自己军队的 整理率都比较低 军费比较低 所以都很 一个很 rare的事件 看到德国了一个 这么高调的派遣行动 就是 我们拆开说两句 德国的军费 就不是小的 但是呢 他整些钱 不知道要花在哪里 就是说 他有全欧洲最好的坦克 但他自己 可以ready出战坦 就不拖 我们经常觉得 他卖出的坦克 可能的整修 是比国内自己的坦克 我绝对觉得是 德国的前身 是洗漾片 洗漾片 那些人洗漾片 可能很大部分 在军向上 接着你看到 空军 海军 海军一定不是特别的 你看到他们的路线 都是走大陆军的 海军不会弄航空母艦 潜艇 他们是不错的 潜艇也有做出口 但是 你发觉他好像 无论是船 陆军 全部都是慢慢过关 就算了 他们就不会觉得 真的要出去 不会走出去 那种感觉 你见日本就是战口 就算现在陆水海军 或者其实他有 南水海军能力 你一直都感觉到 是一个陆水海军的情况 但是那些发展做得很好了 所以呢 德国这样的军费 整天搞了这些事情 真的出来走走走 真是好事 那这次 你见他走走的方式 其实都要绕地球一个圈 那样 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是 但他可能是一艘船 可能中间的補级 都跟Larry Hink都说过 補级怎么做呢 尤其你出去了欧洲 那些補级 是不是可能 见到一些美国的军 就要停一停 那样呢 那还是在中间 会不会有些 可能美国的補级 艦帮他在中间補级呢 那样 因为始终 远程航行 中间的補级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们经常说 海军有一半的实力 就在那些艦队里 另一半的实力 就是你的外交实力 你究竟有没有机会 可以停泊到一些友好国家 他就是帮你遮风挡雨 给一些热东西補级 这个是另一个软实力 那大家就见识过 那个女王号 阿基奎的软实力去到哪里 是的 就是哪里都可以靠港補级 然后在中间可能拍照 和海军做军事演习 那德国出到来 可能都是要出外靠朋友 去一些友好的军工 去做一些補级 是的 我自己经常想 他这张图 是不是讲到给大家听 就是现在他在出欧洲之后 跟着来地中海 附近这些地方 是不是有些消息都很隐密呢 也不知道德国会在哪些地方補级 会不会借 例如Anson兄你说的 就是阿曼尼奥的英军基地 或者是在黑海附近 会不会有些什么地方 可能是西西利我估计 西西利我估计 西西利我估计 然后去到克里米亚 他不会这么招摇 应该他身上也不会有黑海 他应该不会这么招摇 所以我估计他尽快快速通过 然后尽快可以先访问澳洲 去澳洲他应该都会去大约文 停一停 我估计他看那个样子 好像是想去perf 他的图 应该这个新闻报道 始终都不是一些军方的实质行程 我觉得他应该是大约路线的 但是perf也可以 其实perf也是一个港口 我觉得 因为Darwin是一个大赢军港 可能你说如果女王你要去澳洲 那Darwin一定是不计算 但是如果你是一艘Frigate 或者Destroyer去澳洲 那perf都可以的 我觉得 不一定去到 一定要去Darwin 这些大型军港 是啊 那他就分两次进入南威 两次的路线 都相不相同 当然我们会挑战他 就是为什么他不会在马洛甲入 当然我们看回航程可能不走 因为要走远很多 是 就是穿过印尼的群岛 穿过 其实都在菲律宾海那边 就进入过 菲律宾海 其实亦经常是第七艦队 会做操演的地方 会不会是一作弄完 一个联合军事演习都不出奇 好像现在女王那样等着 就是大概9月多10月那些位 就是等他来到的时候 又可以做多一次 那日本就应该会加入 澳洲可能玩了 甚至是我们一起出来了 一齐出去 德国和澳洲 又在附近 南海又做一次军演演 一齐就过来菲律宾海又做一次军演 你发觉现在真的大家好像 玩军演玩到很开心 不停地在这玩军演 就是现在好像南海 好像差不多各个国家都要踩过来 做一下军事演习 如果不过来 都不要说自己是海军 现在 是啊 而且你觉得 总之你如果不加入 都好像不是朋友 所以没办法 每个有海军的国家都要过来当手 我觉得唯独现在欧洲里面 是等着意大利出手 其实意大利是有这样的实力的 意大利是绝对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远航 但意大利就真的最近就 埋头苦干 其实不要看笑意大利 你看看意大利 现在在做的船 数量都不差 质量都不差 他都整装了一些VLS的patrolship 然后弄了一艘新的航空母船 他也是弄了一堆新的Fragots 其实他的造船计划是很ambitious的 对啊 你想想Muffie Cantieri在美国就中了标 那你就知道他的船厂不差 当时他和西班牙有一个船厂 做F-100和F-10的船 又是真实力 真的不可以少看西班牙做船能力 也是非常好 西班牙、意大利 两个也有轻易河母 所以西班牙也可以上F-35B 其实有F-35B 只要有传统甲板 有个跳台的都可以做船母 是啊 西班牙差一点 西班牙始终不够阔 他的beam 是啊 他要收拾一下 或者要做下一个class 但是法国佬大家都知道 不会用美国的东西 所以就算了吧 又看到德国会去日本 去日本 除了访问之外 应该会做一次演习 我觉得来到不做演习 都一定会做的 过来去旅行 难道奥运都完了 那时候 应该都肯定是做演习的 那看一下那些沿途 和什么国家做演习 可能回到这次英国来 就真的去到这个 又派国 又马尔西亚 又新加坡 又引渡 然后后来到澳洲 日本 那德国过来 我想英国可能 马尔西亚那些可能未必 但不过澳洲 日本 美国 一定走不走 是的 还有他回程 大家有留意 他的路线图 暂时没有穿 这个台湾海峡 他就在台湾以东的水域走过 穿 这个 旅送海峡 或者我们说穿了 巴士海峡 回到南海 那些位置 所以 表面上又不是太挑衅 南海的九段线里面 中国称它全部都是它的领土 进去都不喜欢 那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 任何军舰进去南海 都是一种挑衅 不过你看一下 是什么程度的挑衅 你是进了九段线 还是进了十二海里 还是你穿了台湾海峡 应该都是三个不同程度的挑衅 如果真的踩了三个 就只有美国这样做 是的 但是我想它的导弹都是苗 不会应该真的射的 所以就 嘴炮射快点 又省钱 是 可以全球覆盖 是 现在这个 我们会观察 那它接下来就穿回 接下来就回去 它很有趣 它的线 我们看到它穿回 尾尾真的穿马六甲 就真的没办法 是 最信我们一定是马六甲 穿马六甲 接下来我看到它印度那边 不知道会不会又停一停 哦 印度 它都 近日之前也有一个新闻 印度 都是 会派四艘的军舰 又是过来南海 自从这个 看到别人没有穿武艦通过之后 昨天才通过 今天就立刻已经两单 两个国家 就说要派一些军舰 过来南海 就是刚刚cover完的 德国 印度 都说要派四艘的军舰 过来南海 是 是 很有趣哦 安生你没有发觉 德国华派 现在是印度华派 印度派四艘军舰 那我们猜 那四艘军舰包括 驱族舰 长防舰 武卫舰 我们猜 他们那些舰 希望他们应该出些新东西 加以各大 很高大上 那个雷达 摆得很高 是 但我们猜他可能出些 有些像什么呢 就像上次 Colkin 他和英国伊利沙瓦女王 扎击群那次 哦 是 都比较第二次的舰 是的 出了一些舰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 来时又是 就是 又用舰舰 过来南海 但我们还是很期望他出些新的东西 因为 如果他愿出一些新的军舰 比如那艘大逆角购特级的 我们说的驱逐舰 过来 威武很多 而且整个PR拍照 我觉得很漂亮 是 始终在印度那时候 他不是一个主要焦点 那时候的主要焦点都是 女王 那如果他今次自己担大旗 我认为他把一些新的战艦 交易角塔 这些新的战略出来 我想PR出来 拍照都漂亮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是印度 我怀疑我做主角 不如拍新的战纜 拍照就漂亮一点 而且因为印度 其实大家发布 加入了四方安全会议之后 我们讲美国、日本、澳洲、印度 它真的多了很多军演 它101度 我叫马拉巴 马拉巴基本上 要么就会在印度洋那边 例如我们经常说的曼加拉湾 在印度洋做之外 有时候就去南瓜做 附近的地方都会做 所以它来到也会多的 好像说今年的马拉巴更正 今年的马拉巴是多了其他国家来 不仅只有美国、印度、澳洲 地区国家 区外国家都会参加马拉巴的军事演习 多了新加坡 越南 越南 你猜不到吧 印尼 你猜不到吧 菲律宾原来有海军 最近日本有帮它做了手 我们那些叫做 Petroboats 好像是1000多噸的 当然大家会觉得 哇 你做了1000多噸 你想想大陆那些余政船 不断移到8000、9000噸 但是始终没见过 但是有过没有 始终没见过 你有个姿态 也叫做 你看到印度也很积极 现在在印太水域里面 它看到大家都玩得这么兴 自己不可以错过 我觉得印度呢 它自己都是想 flex一下自己的肌肉 它都说 哇 我都在这个地区 我都想和这个中国 差一日长短 还有之前 始终在这个 起马拉雅山的边界 中印 罵得这么僵 其实印度都想找地方 可能说 出一口气 表达姿态 也都可能想 招一下一些盟友的support 始终 例如可能美国都 喂 我帮你出声 你都自己 你都自己 不要乱来乎 不想病 都要做一些事情 去表示一下 支持一下 我不是一些 只是支持你 做一些事情 可能印度都是想 做一个姿态 其实我都是有做事的 我要去增加自己 一些国际exposure 增加自己的利益 做一些这样的gesture 其实都是需要的 对于在印度那方面来说 还有大家没有发现 印度的位置 就是我在上 就是上年说 我说 印度的位置其实很漂亮 因为印度的位置 你想想它识正 两个大洋 中间一个也是 印度洋很大的地方 而国防来说 它不需要面对很多国家 它在南亚里面 它是霸主 理论上它最大的敌人 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另一个已经是中国 但是中国大家也都知道 陆路打 其实大家根本就没有成全 但是如果追到海路 它反过来 它比中国优势有 因为第一 它近中东 近中东 它的能源线 就不会被人家吃住 但是它是吃回人家的生命线 没错 所以整件事 你看到中印商增 其实整件事 那个焦点 大家不要放在陆路上 其实更大的焦点 放在海路那里 其实一带一路 海路 其实印度 如果你过不了 你是完全进不下去 所以之前中国想收购很多印度人的港口 其实都是想打破这个垄断 希望就是不想在海上的补给线 生命线被人截团 但是大家我们经常说 拳头再近 奥里再远 你中国的拳头多大到 但是印度的拳头更加近 你想想其他的南亚国家 如果印度发浪里 真的是灵狂 在你面前哄疗 你都害怕 你真的 你发烂炸 你真的害怕 因为拳头真的在近 中国想保护你 都保护不及 没错 中国的战机过来 你怎么会够印度的战机这么多呢 防空力量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你的航空母船003 除非派四架围 你就可以跟印度的空军一只抽 但是不可能 所以其实在海上我都觉得 印度始终要打海战 在现在的曼加拉湾出一点点 印度洋附近 马六甲都还是被印度把持着 我觉得印度要掌握这个优势 就是看一看 在印太里面 来闹多一些利益 我觉得 还有尤其现在这么多国家 都在你附近开声 那你现在就真的要 趁机可能要整合一下 始终印度大家都很出名的 它的后勤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它那么多套后勤怎么保持呢 我觉得印度 之前也说过 如果真的有一些战术需要 印度永远都是一波流 因为它的后勤永远跟不到第二波 所以印度硬件 它真的集八加之大成 真的是八加 但是它一波流 第二波真的不行了 是的 即是打一波战争 在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真的能吓得下的 但是天系打仗角度 后勤就想死了 不如投胎再做个人 上世做坏人 今世做了印度后勤 我们纯粹说笑 我不想把他放进去的机会 我们这么说 我们是针对印度后勤 不是人 印度后勤 后勤 大家记得 后勤真是可憐的 做印度的后勤 是的 如果你是英国人 去了印度做后勤 你也是惨的 是的 我们这样说 所以大家要注意 现在你看到南海很热闹 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有少少预告 接着就会说 现在我们经常说八国联军 很多国家的海军 其实现在已经在菲律宾海 整装待发 我们经常说枕歌待弹 现在正在等大佬 过来打怪兽 我们稍后就说一下 这个星叻战 究竟他们在等什么 其实答案我都明白了 在等什么 以及现在新的这些战机 有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稍后我们会和大家说一下 大家记得帮忙 看广告 看YouTube 订阅Patreon 以及科金 可以有恒生银行 Payme 以及转数快 另外大家多点留言 like和share 最近很多网友都留言了 所以你可以多点留言 说一下你喜欢的题目 我们是听到的 其实我们也在准备 我们也在咪后 我们说过有很多题目 都是可以一起做的 是很好玩的 所以大家就 下面记得 积极点留言 那你就多说一些你想听的东西 我们有些历史系列在准备 我们就已经准备 例如说 上次说的101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会听到 是的 其实有部分都可以问一下关节 有些是录了的 是的 我们就会再等 多一些 我们就会出街了 所以大家以此期待 好啊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